早安 欢迎持续锁定八点新闻 我是刘亦涵 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台北市内湖发生了警车跟骑士相撞的意外 今天凌晨 一名巡逻警车要左转蓝茶违规时 不小心撞上对象的执行机车 导致骑士当场喷飞倒地 请记者徐芷轩带我们掌握 好 主持人之后可以看到巡逻警车来到十字路口左转 不过才刚到路中间却跟高速行驶而来的执行机车撞个阵着 强大撞击力导致骑士当场喷飞 在地上连翻滚了好几圈 车祸意外就发现在今天凌晨一点多 台北内湖港前派出所的28岁女远警 和所里24岁的同仁执行巡逻勤务时 行机内湖路一段跟港前路口要左转蓝茶违规车辆时 不慎跟对象执行的20岁男骑士发生擦撞 驾车的远警脚步擦瘦伤 而癌状的骑士则是全身擦瘦伤 所幸送医后没有生命违宪 不过回到事发现场呢 可以看到双方的车辆都有严重毁损 机车是卡在警车的前方车头下面 车体都快要解体零件四散 而警车车头也是全毁 力头安全气囊也都爆开 可见当下的撞结力倒是真的很大 不过详细的赵泽归属都还有待进步离青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讲到最新状况 闪一镜头交换捧捧